2001年911事件后,美军在全球的军事行动不断升级,其中,狙击作战成为美军最有效的作战方式之一,狙击步枪的作用也随之受到进一步重视。 美军现役的M24狙击步枪存在枪身较长,射速较慢的不足。 另外,一些配备高精度枪管的M16步枪和由M14步枪改进而成的狙击枪,性能也都不尽如人意。 因此,寻求新型狙击步枪成为美军的迫切需求。 2006年底,美国奈特公司研制的S2-XM110狙击步枪系统经过测试和改进后,最终被美国军方采购,成为美军制式狙击步枪的新成员,并命名为M110狙击步枪。 M110采用吹气式自动方式,半自动射击,空枪重4.87公斤,全枪长1029毫米,枪管长508毫米,枪管内有5条右旋弹线,导程为279毫米,发射7.62x51毫米,北约标准步枪弹,枪口出速度770米每秒,整枪寿命1万发,枪管寿命6000-7000发。 M110的开发目的,是为了替换美国陆军的狙击手和班组射手装备的M24半自动狙击步枪,为的是更有效的反人员和反轻型器材目标。 这将要狙击手在执行支援战斗行动时,能提供更强的火力。 该枪属于精确射手步枪,适用来压制300米至800米中距离上敌人的高段容量半自动步枪。 该类步枪相比狙击步枪更容易操作,并且使用的是制式尺寸弹药。 而且M110的枪械个体之间差异巨大,很大一部分M110没有达到设计指标,并且故障率很高。 这些问题使得不少美军单位重新采购M24来替换M110。 这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军方最终放弃M110而决定重新选择新枪。 因此M110也就成为了美军列装过的最短命的狙击步枪。